高杨公主比瑞云还冤 旧堂书中的她不爱僧人 更不喜争权夺利 高杨公主被冤枉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对权力毫无兴趣的她 又怎会行谋反之举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 走近高杨公主的一生 唐朝女性大胆开放 活得自已潇洒 引得不少现代女性 都想梦回大唐 可也是因为唐朝太过于开放 使得唐朝女子 背负很多不好的罪名 高杨公主便是其中一位 高杨公主名不祥 父亲是唐太宗李世民 生母不祥 她既不是李世民的长女 也不是长孙皇后所出 但是从小呢 却比其他嫡出的公主 得到的宠爱更多 等高杨公主到了出嫁的年纪 太宗亲自为她挑选驸马 经过一番考量 太宗选了宰相 房玄龄的二公子房一爱 作为高杨公主的驸马 就这样 高杨公主嫁给了房一爱 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 把女儿嫁给老朋友的儿子 能够让自己宠爱的女儿 不受欺负 而从做皇帝的角度而言 房玄龄满门忠良 与忠臣结成儿女亲家 能够更好地笼络老臣 此时一举两得 然而 唐太宗这番好心 却并没有得到好报 因为房一爱是个武夫 虽认得几个字 但才华却是半分没有 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根本就是个顽苦公子 对此高杨公主甚是不满意 所以房一爱 也只在新婚之夜 进入过高杨公主的房间 其他时候 非照不得入内 更是不会给房一爱好脸色 可是高杨公主越是蛮横 房一爱呢 就越是顺着她 时间久了 高杨公主觉得房一爱 既懦弱又无趣 为此心里更加苦闷不堪 但是身为一国公主 高杨即便对婚姻再不满意 也断然不会做出与和尚私通之事 可在新唐书中记载 高杨不满意自己的婚姻 就开始与和尚便机偷情 后来两人的奸情被唐太宗发现 唐太宗为了保全高杨公主的名声 于是将便机暗中腰斩 高杨公主身边知情不报的奴婢 也全部仗杀 为了怀念情郎便机 高杨公主又开始找面首 她找的面首啊 不是和尚就是道士 装神弄鬼已经成为高杨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不过 这件事情着实令人费解 首先距离唐朝最近的旧唐书 对此事并无任何记载 宋太宗时太平预览也没有此事 而到了宋仁宗时期 新唐书突然对此事进行详细解读 并且补充了大量细节 其真实性难免令人生疑 其次 儿人私通的地方存在疑点 按照唐朝僧侣管理制度 便机不可能长时间在外居住 而且便机更是玄奘大师的一经助手 不可能在破坏四规后不被追加责任 因此高杨公主与便机私通之事 很有可能是宋太宗时期 为了抹黑唐朝女子过于开放 除此之外 高杨公主的婆婆卢氏性情奸真 宁愿自杀都不让房玄陵拿去 唐太宗都拿她没办法 房玄陵女儿贵为韩王妃 如果高杨公主做出如此大意不道的事情 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房家兄弟本就因为争夺爵位而不和睦 要是高杨公主真的有这事 房家兄弟应该早就跟唐太宗告状了 所以 高杨公主不论心里如何憋屈 都不会做出犹如门风之事 不过 尽管高杨公主不爱房玉爱 但是该争取的爵位还是要争取的 高杨公主为了让房玉爱顺利继承爵位 她仗着唐太宗对她的宠爱 便上书请求唐太宗把爵位赐给房玉爱 但是呢 都被唐太宗拒绝了 后来唐高宗继位 高杨继续为房玉爱争夺爵位 可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唐高宗虽然贵为皇帝 但是有些事情也不是一纸诏书可以解决的 高杨公主把这事弄得满朝皆知 唐高宗对此甚是困扰 就派舅舅长孙无忌调查此事 结果却查出 高杨公主有谋反的意图 长孙无忌顺藤摸瓜 发现吴王李克 江夏王李道宗和京王李元景也都有参与 但是此处却有一个很大的疑点 京王李元景存在感不高 在朝中更是没有声望 高杨公主应该没有傻到与这样的人 一起策划谋反大事的地步吧 还有历史上的高杨 以蛮横骄纵出名 她并不喜欢搞政治 因此高杨公主谋反一事 更像是长孙无忌 为了帮助高宗巩固皇位 趁机制造出一波冤案 将王朝内部来一个大清洗 不过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但在这次事件后 高杨公主彻底结束了她的一生